好那反正今天呢 这个民众党的八票全数支持国民党 本来以为会离让的 这个交通委员会的这一席 也是由陈选生来担任赵伟 林国成呢 他除了称陈选生大哥之外 甚至他也表态了NCC 他说这个立场是跟国民党一致的 所以从这点 是不是某种程度也看得出来 算是蓝白展现了一种合作的契机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议题上呢 确实是蓝白盒的机会可以大大增加 亮哥 这个陈选生本来就非常资深 他从2001年当立委当到现在 他年龄跟柯建民一样 72岁 而且他长期都在交通委员会 因为他要争取对外岛的一些建设 所以本来他就非常适任 那更何况两个人有私交 我觉得傅宫琦应该是先try过财政 那结果财政赖事保王宏威跟李恩修都巨投 因为财政就是黄山山 那你投出来就会造成国民党分裂 也许黄山山会上 那可是有山票跑票不好看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有试过 那司法跟国防本来就不可能 因为这个会期要审国会改革 那司法逐审 然后国防可能扯到审前天国照等等 所以真的没有其他可以让了 基本上后来讨论到的就是财政跟交通 那交通事实上林国成他真的很上道 因为我也认识他 他就直接说我没有要选 那民众党就没有候选人 那不就解套了吗 因为他没有要选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主要要解释的是说 不是交通委员会 而是民众党为什么要做一个表态 说我们全部支持国民党 这个才比较值得玩味 因为之前你可以说财政不顺 然后交通 因为林国成跟陈远森是好朋友 所以他自己放弃 所以就自然而然 国民党招委就都上了 那民众党那个动作叫锦上添花 确实 因为事实上已经当权了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他们预期到 未来他们有一些提案 尤其是个人提案 需要国民党委员联署 因为那个要有15个人联署才能成案 那民进党一定不会帮你联署的啦 那你如果都没有个人提案 那当立委很憋屈耶 你通通都在搞党团提案 那多累啊 你的个人的创意 跟能力都表现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他们预期到这一点啦 就未来恐怕 我们还是要有个人提案的部分嘛 那我们凑不到15票啊 所以还是要争取盟友啦 那这个盟友是不是因此就变成小蓝 我觉得也不一定 因为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民众党巴西都会支持中天啊 你也知道里面有哪些人嘛 对不对 可是林国臣表态很好啊 就表示 他们可能有一些议题会开放啊 可能会采取这个模式 可是一定要 一定要让他们有尘案的空间啦 不然未来 这当政立委就很难当啦 那未来可能 未来的国会改革 他大概也想到 很可能他还是要有一种换票的方法啦 因为谁结合他就过嘛 所以到时候他们也会停出版本啦 所以他大概想说 国会改革他们的提案的内容 可能还是跟国民党比较接近啦 因为民进党大概什么都反对嘛 比如说不在籍投票 大概也反对啊 那这种东西 你也反对那就很难投了啦 那更不要讲听政权啊 那些制度改革啊 那这个只有站在国会的立场 要制衡行政权 你才会去推嘛 那以目当下来看一定是国民党啊 那未来如果说你要去 就负责高端啊 还有台电啊 台电啊 台电现在一下增值一千多亿 那这个一定 一定朝野 在野党一定会有意见的啦 那到时候联合提案一定又是 又是蓝白嘛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他的位置决定的啦 就是你毕竟就是在野党嘛 而且你如果去附和民进党 我讲白了啦 不会有任何报道 你连新闻都出不来 你只有跟国民党一起比大声 你才有机会上镜头 因为这个是媒体的本质啦 对 对不对 他会抓冲突点 对 然后去凸显谁讲的最好 那谁讲的比较大声 对不对 比如说我看这一次 有关金门海巡这个事件 我现在看国民党 事实上发言的人也不少啊 那可是新闻出来的 为什么只有徐晓星跟王鸿威呢 这个就是你的力道够 数据完整 讲话清楚 那民众党只能来这里竞争 那不然怎么办啊 不然你以后也不用选啊 所以我觉得 那黄国昌 这个不要再叫人家咆哮哥啦 人家很有善啊 就是说他可能也想到 我若要选市长啊 你不可能跟国民党 通过这种敌对关系吧 你不然你怎么选啊 你也要去想你的民调啊 你要吃得到来赢的票啊 这个事实上是很现实的事情啊 所以任何要选市长的人 就是要避免讲 完全站在自己党派的话 这大家都知道啊 而且时间不是很长耶 2026年年底就选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一方面也是预期到 立法院未来会发生的状况 包括个人提案要成案 包括改革方案要互相联署 那包括未来个人的前途 可能都算在内 所以亮哥觉得 蓝白合作来讲 这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吧 本来就是啊 我实际上我一直在各个地方都在讲同一个观点 说国民党让招伟是没有意义的 你表达善意有怎样 因为未来你们会做无数次的交易了 所以你表达善意的方 未来的机会多的事了 多的事了 而且你说你可以善 从这个善意就累积到 想到2028卢秀燕跟柯文哲的合作 你这个推太远了啦 那时候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了 我们先推2026啦 你从这里就可以推到 黄珊珊不选台北市长嘛 怎么可能呢 他还是要选啊 所以我是觉得 是这种推论太快了啦 事实上政党的合作不一定是这样啦 因为如果蒋花恩一直维持很强的气势 他2028的2026的目标应该是要抢过半嘛 对 对不对 他的目标一定是要过半当选 所以他如果气质很高 那民众党一定会选吗 我不认为 他搞不好是跟你合作啊 那换取几个局处长啊 这比较实在啊 这也有可能啊 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再看吧 所以还是实力问题 壮大自己 只是因为我就会联想到 柯建民他怎么这一次不说 刘建国就是不想盖给黄秀芳啊 因为他上次真的是这样 拴陈兆之的回力标 只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这么快 我还是请教这个亮哥 这到底是凸显出什么 可能他也在征召 是不是 我就想说心之处 比较合理是这样 对他也想要 对 所以他对协调的结果不满意 所以演了这一出再演 就等到抗议啊 他没有投给王玉敏啊 还好啦 对所以不影响结果 对啦 我觉得搞不好他也有事先呛 说这样我不能接受 我这一票我会投给自己这样 因为他蛮资深的啦 他不会不知道规矩啊 而且他也没有从来 他从来没有投错过 就是啊 怎么就这一局就 所以应该不是不小心的啦 我认为就是在抗议啦 那这样下一次可能赵伟就给他做啊 对啊 有些人会强烈表态 因为魏环刘建国跟 这里面有好几个都非常资深的 长期都在魏环 那我记得他有一次跟林淑芬跑票嘛 对 就是支持那个 就是一例一休那个时候 对不对 那被党团处分嘛 然后把他弄到司法去啊 对 所以可能那个时候 他本来就有意要当招委 结果被弄掉了 他事实上以前我帮他上过台啦 他非常照顾弱势的人 所以他为什么一直都在这个委员会 他的着重点就是那个 有关那个社会团体那个部分啦 就是有一些是家庭的啦 还有照顾弱势者 社福啦这一块 他扎根很深喔 那也许他这一年有些计划啦 那你不当招委 也不是说不能做啦 可是权威就没那么大 可是梁哥 因为他上次因为这个莱猪的部分 他违反党一 所以被停权三年 他本来就很有个性 对好不容易被负权了 那这一次呢 因为也说有可能会停权处分 所以才出来又要回去喔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要看我们那个 科大人的大德大量这样 因为上次那个是公然投反对票 那个在党团规议有做决议的啦 那就是这样啊 民进党本来就有一些 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人 那可是在蔡英文任内 蔡英文因为立法院远远过半嘛 所以蔡英文任内真的就是独裁了啦 你只要两次跑票就送 就不提名了啦 就不会把你除名啦 那除名你怎么选 所以一次就是警告 那把你调离委员会 那到了第二次就不客气了 这个坦白讲这个是蔡英文搞的啦 所以我常讲说蔡英文是民进党 有史以来最独裁的 最独裁的主席嘛 然后也不开记者会 因为以前立法院陈一敏 从来没有这样过的 就是你如果违反党的意志投票 你就罚钱嘛 比如说罚五万块啊 那你本来就预期到了 你甘之若宜啊 那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不只罚钱 而且还留校查看 那如果再犯就停权啊 就停权啊 坦白讲以刘建国的实力啊 在云林他用五党籍也选得上 他跟林淑芬都很强的 我认为林淑芬用五党籍也选得上 所以那只是说大家要维持一个 互相生存的模式这样 所以这个不算 这个无伤大雅 没有影响结果啦 如果是单一票会影响结果 我看他应该也是不会啦 太阳芯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芯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芯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